欧洲地区暴雨成灾 截至16号晚上至少有128人丧命 比利时宣布7月20号为全国哀悼日 美国太空总署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未来10到20年 海岸洪水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紧迫 有的城市甚至是每隔一两天就会发生一次 亚洲也难逃影响 不仅会冲击经济和公共卫生 也对人类的生命构成威胁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在科学期刊 《自然气候变化》上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 沿海城市因为海平面上升而爆发洪灾的大限 比之前预测提早了大约70年 而影响这个的变数除了全球暖化 还有月球轨道平面的周期性摆动 到了2030年代中期 月球的引力可能会加速沿海城市 发生洪水泛滥 所以我们是叫一个避孤世界 加上主指是核定和室与与宣流 一样的距离减二个月 希望能随规则是这样' bed 是20十多年的期限 当月球轨道平面偏离地球赤道平面时 地球上的潮汐相对减弱 相反的 当两个天体相近时 潮汐就会增强 而目前正是两个天体轨道平面相近的时候 加上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持续上升 因此大大的提高了沿海城市爆发洪灾的风险 这研究的一种不同的问题是问题的 所以很多次科学们会提供海平面的预测 到2100 但是我们现在做了这个测试 这将显示的影响很严重 在我们将在未来的年代的影响 所以在这一年后 我们将在经常的测试下来看一个新的环境 我们将会学习在新的测试上 去承试 以来我们将在海岸的生活中心里面的生活 那人类究竟要如何应对和适应这场浩劫呢 美国太空总署给出的答案是 改变城市规划 研究小组希望能够通过科研和分析 为城市规划师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改造出能够抵挡洪水浩劫 或减低洪灾损伤的城市 另外另一本科学期刊《自然通讯》中 一份研究也显示 根据卫星探测到的海拔数据 洪灾风险比较高的低洼地区中 有62%处于热带国家 亚洲就占了三分之一 因此未来在这一波气候和天文变化中 亚洲恐怕首当起冲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